吉利回应收购宾利没有的是奥迪将裁员十分之一 大众集团表示将在2030年将汽车生产转向到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业务 除了保留核心品牌大众奥迪保时捷之外 其他品牌的生存难以保障 尤其是在2018年亏损22亿人民币的宾利 11月26日有消息称 吉利汽车计划收购大众汽车集团旗下超豪华品牌宾利 据外媒报道 大众旗下高端汽车品牌奥迪11月26日宣布 该公司将裁员十分之一 从而释放数十亿欧元 用于转向电动汽车的生产 该集团表示 本次裁员将会包含一些管理岗位 裁员将与员工流动和提前退休计划等同时进行 从而帮助该公司实现9%至11%的利润率 韩国现代汽车周二表示 已经签署了在印尼新建一家工厂的初步协议 这将是该公司在东南亚的首家汽车工厂 也是对主导市场的日本竞争对手发起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